主料,南瓜300克,杂粮50克,辅料,面粉,清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杂粮淘洗干净放入电饭包,南瓜削皮洗净,里面的紫套净,南瓜切成小块,薄薄的,将南瓜快也放进电饭锅里面,倒入量水,按煮饭键,待锅开看南瓜有没有软, 弯中放少许面粉,倒适量清水,搅拌成面水,倒入开锅的南瓜粥中,开锅即可食用,我加面水是想让南瓜粥的汤水粘稠一些,烹饪技巧,南瓜很容易熟,如果想吃到南瓜片,可以先后,一点点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